各位中四中樂徒,大家好,我是Jeffrey 是活學教育的碩士級英語考評策略名師 講到DSE的考評策略,當然要問我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reading上 true false to not given的一些tips 看筆記了,首先我們要了解true false to not given 三個基本定義 第一,true的話,我們會知道 我們講一個same meaning 和我們叫做近義的東西 我們叫做synonyms 小心喔,這些字雖然不是exactly寸法一樣 但是近義的話,我們會當它true 好了,另一個東西,farse farse來說,我們要記住兩個意思 第一個,是很簡單的相反 not not來說,你可肯定見到heaven,dussian那些字眼 如果忍負一點,會見到自首 有包括this,un,in,這些 甚至乎擺明是相反 包括了通,adequate,或者enough這些字眼 去到最後是什麼?ng ng,ng,難的 不過簡單來說,就是記住 頭那兩個不是的話 那一定是ng 另外,其中一個例子 因為真的很多,上課再跟你講一些 第一個例子 我們先了解一下用字 用字來說,我們可以看一看 如果題目和我們文章裡面所講的 給你一個例子 題目見到,他說 Jeffrey是一個讀英文的學生 現在,文章說Jeffrey是一個大學生 我們能不能夠說他是成立嗎? 不能夠,因為大學太多是了 我們不知道Jeffrey是不是真的 讀英文在文章裡面 所以這個叫ng 但反過來來說,就明白了 如果我們說Jeffrey是大學生 文章裡面說是一個英文系的學生 那很明顯,對不對? 英文系是一個大學行 所以一定是true了 所以先記住一件事 general和example的字眼 是會影響你not given的 另外,講到造卷 你一定要記住這個試題解碼 第一件事,我們要lock實一些字眼 還有跟著做對比 好,lock實哪一些的詞性呢? 最重要是lock實名詞 動詞 對比的話 就是對比形容詞和副詞 說多無為了 立刻看看例子 例子這裡你會看到的 F這一條 他講得明白了 pandestrian88就說 there are enough recreational places in Hong Kong 我們先鎖定 鎖定一些名字 我會鎖定recreational places in Hong Kong OK 好了,there are 這裡沒什麼意思 所以不用理會它 我們找到enough 這個形容詞 我們看回文章裡面 文章裡面 望語留下這個部分 你會看到 there are 是不是在剛才我們一樣 然後看到in this city 即是說in Hong Kong 是不是 另外也會看到一個字 就是places where you can get little exercise or relax 記得我講過同意詞嗎? 這個就是recreational places 的同意詞 對所有的情況之下 lock實好 做對比 to fill 就對 enough 不用說答案 你應該知道 答案就是什麼 false 想知道更加多的 如何拆解true or not given的 hints 最重要是記住 上課報我 上課見了 Goodbye